好 一样 我们来句话 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您看一下 我们整年的一个 整年的一个 温度的一个变化 跟登革热之间的关系 大概看得出来吗 好 我就是希望至少最后要讲完这件事情 好 那所谓有关系或没关系 只要你算完那个统计的检定 你就会知道了 12月到1月跟温度的变化的关系是什么 是显著还是不显著 哪一个城市 哪几个城市非常显著 好 来 新增 那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想要先画出来 各月份离患那个得到登革热的那个病例数 对不对 好 各月 1月 2月 3月 所以请问一下 一定是使用什么 而且刚刚我们是用直条图的方式呈现 所以呢 用这个群组直条图 好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点加 第二件事情 视觉效果 我选择群组直条图 第三件事情 我选择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 我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发病日 发病日 好 所以我用发病日 以及这个确定病例数 来去做分析 然后呢 我想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各个月份 而且是这20年 因为温度的部分 我是不是也是取30年的平均温度 好 所以我想要取的是20年 20年的平均的月 好 所以点它 再点它 是不是就做出来这张图了 第一件事情是先做出这张图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月份的颜色 变成什么 红色 因为我说 资料一定要呈现 它该呈现的一个视觉化的一个效果 好 这样子的话 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在这个地方 点选这边有 等于说资料的色彩 所以资料的色彩 我是这样联想的 因为这里面的格式太多了 好 所以我现在我是要去画出 9月 10月 11月 三个月份资料 是用什么 特殊颜色来呈现 所以我就想到 这是资料色彩 然后接下来点选资料色彩 全部显示 然后请把9月 9月 然后改成红色 10月 改成红色 11月 改成红色 好 重点是 请你们现在动作要做到这个地方 好